对,我非常非常激动,然后今天其实因为是我们北京冬奥会一岁生日,然后呢,其实有很多短片,纪录片,然后都有当时在北京冬奥会的现场,就是我没有看到的那些影片,然后我自己看一遍,真的是哭一遍,我今天就哭了两到三遍,然后真的非常非常感动,把我的思绪整个全都拉在,拉到了这个一年以前,因为真的是,因为我今年也在很多学场都有滑雪, 然后包括前,就在前天,我还在松花糊滑,然后夜场的时候晚上就有一千多人,然后就是场面特别的这个热闹,然后我非常非常开心,真的是冰雪逢生事,然后我们其实现在此时此刻也正在执行并且践行着我们更好的去发展冰雪运动,因为包括场馆的再次利用,包括我们这个精神文化,北京冬奥会的精神文化,其实我们这种传承也非常非常重要, 然后从我个人来说的话,就是我希望更多的去实干吧,就是我自己要首先更加热爱这个滑雪运动,然后去感染身边的人